我記得我在電視臺幾年前 其實當時電視臺的薪水 其實電視臺薪水通常不高 因為這也是一個很艱困的產業 那新進人員一個月正式 已經升正式兩萬七 一個女生大學剛畢業 我就問他說你是南部人 你來臺北一個月兩萬七 有辦法活嗎 因為他們要租房子 他說很勉強 很勉強 他說他差不多花了 但是他就要硬擠 擠一點存錢 然後在過年的時候拿回家當紅包 很辛苦 那兩萬七他還要交通 他還要吃飯 火食 還要租房子 兩萬七 去了一大半 人家花一個月 所以我在想這個女生 他又住家裡 兩萬夠不夠 對他來講不夠 但是我跟你講不夠你也得夠 對不對 要計畫 要計畫 你一天花兩千 你只能把它分攤成一天只能花六百塊 對不對 這樣子 好囉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男生 你有女兒嗎 我沒有耶 沒有 兒子 這樣講好了 就是這個男生 他一直在思考 我要幫你付錢嗎 我那麼省 我一個月才花八千 你十天就花兩萬 出去吃飯 你老要我付錢 這樣男生你嫁不嫁 不嫁啊 為什麼 不是 因為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還蠻喜歡工作的 我就是覺得工作是我的 主要的人生目標 然後如果可以談個戀愛或結個婚 都算是錦上添花 那如果這個男生會 讓我不能好好工作 或者是要拖累我的生活的話 我會寧願不結婚 我就喜歡工作這樣 所以就沒有必要嫁吧 OK 然後他也有講一句話 他說我有幫他付錢 可是事後也不好意思跟他拿 他即使想跟他拿 對啊 那就欠感情債 什麼叫欠感情債 因為他付的並不是 他是覺得說這個是有點 多付的 對 那我也不想要人家多付 我也可以自己賺 我幹嘛要你多付 了解 了解 那你會覺得這男生小氣嗎 會覺得他可能能力不足吧 對 不一定是小氣 因為兩萬八 你說他真的如果給你八千 已經是對你非常好了 他就是他的能力所及 盡量給你 對 OK 那慧祖你有女兒嗎 有 這個要嫁嗎 我覺得其實婚姻要講求門當戶對 如果你今天你的女兒 他是很有賺錢能力的 那我就反對他嫁一個 比他賺錢能力差的 因為這樣男生 尤其是亞洲男生 我覺得亞洲男生會比較 通常 雖然表面上不會說他不介意 可是他們通常都會比較自卑一點 然後就會 所以你要像架費周的 沒有 像我 那就是亞洲男生就不知道 我覺得 亞洲男生有幾十億 沒有 多數就是說 亞洲男生比較 你要游律師就很大氣 沒有 比較說 我意思說比較愛面 一句話熱毛幾十億人不容易 好兇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剛剛應該表達說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比較 比較有男性的尊嚴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的小孩 如果是他是比較 賺男力比較強的 他嫁給一個 稍微賺男力沒有他強的 我覺得這個將來 婚姻上會有一些抹擦 因為可能在價值觀上面 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價值觀 那像回到這個case 門當戶 對 就是在 我就 所以你女兒一個月賺五十萬 你要去找一個家 差不多賺五十萬 我所謂門當戶 以上 對 就是說你才不會覺得男生 所以我如果一個月賺四十萬 還沒辦法和不能結婚 沒有 沒有 我女兒哪有一個月賺五十萬 不是 我說舉例 對 所以我說這個case就是說 因為這個男生 我覺得他應該也 手頭也不是很寬裕 他才會去這麼的在乎 這個 這方面的 這個金錢的問題 這我們當然會 不只是金錢上 就是你的教育 還有你的價值觀 其實都要一樣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金錢上面 像我最近我有一個朋友 本來他的小孩 都已經要論及婚嫁 而且就已經交往六年了 就突然他們說已經分手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男 六年分手了 對 這個 這個男生 其實在一個很高的收入的 外商公司上班 他其實薪水非常高 對 然後 但是他就是月光族 因為他們外商公司 就是要穿得爬哩爬哩 他出國都要做商務艙 那這我朋友的女兒 說實在我朋友的家境 還比這個男生好 但我朋友的女兒就是想說 他們要結婚 他要努力的要存錢 所以希望他的男朋友 不要這麼的花錢 然後而且就是說出國 他們覺得坐競技場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男生就 他就什麼都要最好的 而且他認為說結婚的時候 你媽媽的房子 應該要給我們住 為什麼我們還要自己存錢 去買房子 就因為這樣價值觀的不同 他們後來就分手了 其實是一對家 就是看起來就是金董玉尼 對 可是因為 或交往六年 沒有結婚 對女生蠻傷的 對 可是後來是女生要分手 因為他覺得就是 這男生其實條件很好 我想說能夠進到外商公司 那你想那個 這是百人總共只有選一個 我所謂蠻傷的就是說 假定他二十五歲 開始跟他交往 他六年後已經三十一歲了 對不對 要再找一段戀情 其實第一不一定找得到 第二個是對女生來講 歲月的戳脫 那個青春 對 對不對 但是與其你現在覺得戳脫 可是將來結婚 因為這方面 家族館部要分手 再來離婚也是不好 所以那個觀念要趕快 第一年就要提 對啦 交往的時候 要常常聊 溝通 對 這個問題 應該很早就看得到 對啊 可是男生條件很好 就是 對 可是我覺得有些時候 這種金錢的差異 會有刻板印象 像我有遇過有一個女生 他也是很會投資理財 所以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開很好的車 然後都買名牌 然後穿那個 自己會買一些珠寶 那可是他的家人 就覺得他很浮花 他很膚色 所以一開始 就算他這麼會賺錢 他一毛都沒有花到 男朋友的錢 全部沒有 全部都是自己賺的 可是家人對他的印象 是奇差無比 就會覺得你這樣不踏實 你這樣好像太虛華 可是他其實並沒有 後來他被逼著去做 去做那種美容護膚 他就一邊做一邊哭 因為他覺得他其實很能夠賺錢 卻要把自己委屈到 為了要嫁去他們家 所以要做一個 大家傳統認為說 這是一個勤儉的 刻苦耐勞的工作 所以後來他這麼努力 這麼勤儉 最後還是沒有嫁進去 因為他們連結婚照都拍好了 然後放在那個男友的後車廂 有一天這個男友就消失了 就不見了 為什麼 他就是想為什麼 他就去那個男友 因為他已經去拜訪過雙方家長 去他們家裡找他 然後他媽媽還說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就完全就消失了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讓你對於一個人的財富 或者是說他會賺錢 也是會變成富相的標籤 會覺得你會賺錢 那你花這麼多錢 那那都他自己賺的不行嗎 可是對他的家庭來說 他就會感覺到 好像他會把他們家庭的錢 都花光 他一毛都沒有花到他家人的錢 我會覺得這是一種刻板印象 那約會的時候 吃完飯 因為要浪漫 吃個法國料理 一個人花個三千塊好了 然後又覺得 我去富士 心很痛 那個三千塊 這樣的男生你OK嗎 我會覺得 如果他對於美食 是不能夠享受的 然後我覺得值得花這個錢 因為這是一種人生的體驗 那如果他真的不能享受 我寧可他不要去 你不用跟我一起去 我是很享受那個 那塊法國料理 那是我不想付 三千塊幫你付 我實在是 不然沒心臟 不然就要心臟 你真的聽起來 如果你那麼喜歡他 你應該心甘情願幫他付 怎麼還會去介意這個三千塊 我們不就想要回來嗎 像這樣子我就會覺得說 你也喜歡 你也享受過程 你也覺得很美好 那要嘛我們兩個 就一人各付各的 可是如果你在付照的時候 開始心痛 怎麼這麼貴 早知道我們不要吃 然後開始潑冷水 我覺得這樣的人 我不會選他 因為我會感覺到 你既然要享受 就享受一個美好的結束 從頭到尾 我們就是很愉快 美好的過程 到最後你已經享受完了 然後開始嫌棄 然後開始潑冷水 我就覺得這個人的人格 沒有辦法去享受 美好的事物 我不會選一個 無法享受美好事物的擔心 了解 了解 好啦 那錢的話你付完了 他就會很開心 我那次真的會幫他付 但是再見 再見 你本來是得 我們先休息一下